今天我们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 AirPro植物系甜点的创办人李欣怡女士Amy 来到我们的现场接受我们的专访 Amy你好 你好 Amy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你年纪轻轻啊 能够创业 最主要就是拜你自己本身有烘焙这个兴趣 对不对 可是你最早其实是餐饮的这个科系 但是还是有接触到烘焙 对因为我其实本来就是对餐饮有兴趣 然后烘焙都一直是兴趣 但其实我读的是西餐这样子 对 然后后来就真的进去餐饮业 然后但是是怎么样的一个斜杠情况 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我毕业 到毕业以前我都一直没有开店的想法 因为我就觉得说那个是还蛮累的 就想说干嘛搞得这么累 所以其实我烘焙都一直把它是当兴趣而已 所以我毕业后就是在就进餐厅当厨师工作 然后烘焙就是可能休闲的时候 慢慢自己就是做一做给客人 给就是朋友啊家人吃就好了 对我后来就是我只要给老板雇之后 我就才发现我好像不太喜欢给人家 置换使换 对就是我我就发现我越来越想要自己出来做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蛮充的 就还是想说我有点蛮多点子 就是想说自己来出来自己突破这样子 所以就变成是我那时候在自己有工作的时候 我就是就是兼职 不算兼职就我就开始研发一些烘焙的东西 就慢慢自己做一个小品牌出来 对对对 嗯 你刚刚说你有很多的这些点子啊 你最大的点子其实就是发挥在我们的这个 Apple植物系甜点 因为你发现你想要把蛋拿掉做这样的一个研发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研发我就点子就很多莫名其妙的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还有很多奇怪的 像是中药做蛋糕 对或者是用一些不知道什么奇怪的东西 但是很多黑暗历史 然后也是好像在睡觉都会想到 然后睡觉突然就想到说 那鸡蛋做蛋糕 那有没有办法没有鸡蛋也可以做蛋糕 就只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想法出现 我就开始去砖研了 嗯嗯对 OK然后但是因为我们身边有那种就是朋友 他有对肤质过敏 嗯对 来跟你讲 你就帮他也顺便一起研发了 对因为他是我蛮好的一个朋友 然后他原本其实没有肤质过敏 是是 就开始出社会他身体状况好像越来越不好 然后就OK 发现他自己有肤质过敏 是 然后就有问我 我那时候其实也不知道肤质是什么 然后他提了 然后我想说那我也顺便来看一下是什么东西 然后就发现肤质还不错 因为他如果吃无肤饮食是对人体蛮好的一个 对一个饮食 现在蛮多的就是吃无肤质饮食 就为了自己的健康 OK 那我想说刚好在研发期间遇到这个状况 那我就干脆就一起研发 是 对 嗯 然后给你研发成功 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对不对 嗯对就是差不多 那时候便工作我便研发 因为我那时候上班是下午的 所以我就是上午的时候先研发 然后再去上班 然后休假也在研发 所以就是那时候那一年是真的蛮累的 对 OK好哦 那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算是还蛮顺利的 也就是说等于我们就把老板fire掉了 而且是在疫情期间把它fire掉 对不对 也差不多 因为那时候疫情其实真的蛮惨的 因为那时候不能内用 嗯 嗯 我那时候差点其实也要被老板 只是说先停 停 然后再回去这样子 嗯 嗯 嗯 回到刚刚讲的就是啊 你的这个创意啊 你其实啊 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啊 对很多的这个蔬食的 等于说他是蔬食的蔬食者 他们其实就是很喜欢你的这两个特点 对 但你自己本身并不是蔬食者 对不对 嗯 对 其实我之前 这完全就是很爱吃肉的肉食主义者 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只是单纯就想要去研发而已 是 但我也是因为研发这个 然后认识很多同行的 是 素食的同行 还有无夫子产业 嗯嗯嗯 对 然后我进去接触也是发现到很多他们的背后的故事 就例如 我们鸡蛋牛奶很常见啊 嗯 但是我们就想说这个不是杀生啊 因为我没吃肉啊 嗯 但我做的时候发现 牛奶跟鸡蛋他们的产业就为了商业化 其实 给他们的一些 呃 环境就是 待遇就是还蛮 有一些不人道 嗯嗯 对 嗯 就是为了商业化就一直在 让他们过一种也是 惨不忍睹的生活 是是是 生活 嗯 对 呃 在你要把你的这个产品推出去啊 其实用参加市集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呃 很重要去promote你的产品嘛 然后你就参加了这个无肉市集 你就看到他们的一个兼职也让你觉得说 哇 你的这个选择 嗯 好像是对的耶 嗯 嗯 原来无肉 我那时候参加无肉市集有吓到的是 就是那时候我第一次参加 完全不 不给我们弄容器的 而且是坚持 因为他连客人忘记带也不让我们给任何容器 是 他坚持不让我用 这样的话下一次就不让我参加 嗯哼 对我觉得他这个坚持是蛮棒的 虽然其实让客人有点不方便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的坚持 嗯哼 可以让他就是真的知道说就是 知道说要带容器的这个习惯 嗯 就这样蛮好的 就变成是整场市集没有什么垃圾 是 对 啊 那你自己本身你的这个产品 你的包装也因此是用心的 对 对 其实在研发的时候我就有想说我也想要推环保 嗯哼 所以其实在木盒 你看我现在都是用木盒 嗯 对 或者是像这样玻璃罐嘛 就是可以让他重复利用 啊木盒的话 我是有找那个企业是 用人工造灵的方式 所以他不是砍森林的 OK 然后他木材是可分解 所以是直接丢一般垃圾 直接让他烧 不用回首 嗯哼 对 然后我自己因为我是没有店面 但是也是有客人跟我自取 嗯哼 那我都会推广说 自备容器都可以打折这样子 让他们尽量都是自备容器 因为这些毕竟都还是垃圾 嗯哼 能自备容器就还是自备 会最好 是 对 好 那我们回到你的那个蛋糕本身 嗯 我们的甜点本身 好 你要不要稍微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目前你最主要的这个品项是哪些 最主要就可以面前看到这个巧克力 因为巧克力是我第一个研发出来的 嗯哼 然后我就有特别帮他取名叫初心 OK 就是我自己的初衷嘛 就是一开始第一个出来的 嗯对 因为那时候也是算研发蛮久 也是我最满意的一个产品 因为它是这个目前下来吃起来 就是跟一般蛋糕最没有什么差别的 很多人都会蛮惊艳的 就想说不讲会吃不就是 不知道是纯素跟无膚的 OKOK 好哦 再来呢 然后再来就是应该是柠檬 因为柠檬蛮多人喜欢酸的 对 然后它整个就是都是柠檬做的 对 然后草莓是刚好这个时候草莓季出来了 所以其实草莓是卖的蛮好 那时候去年在市集 我都自己上刚好有卖 马上就卖完了 OK 对 然后我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妹妹的心意 然后结果把这个品项开出来 然后之后就是一个常态性的一个商品 对就是这一个这个喜饼 对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也想说那就专心做蛋糕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有点对自己没自信 所以我可以做到喜饼 因为喜饼一做就很大量 但是那时候因为刚好遇到我妹妹结婚 但是因为我想要 因为男的妹妹结婚嘛 然后又是我们家 第一个家人结婚 然后我想说 给他一个心意 我想要送他的礼物就是喜饼 然后我就为了他研发 然后那时候研发的时候 我也是跟他们一起讨论 所以你已经经过好几版 然后才做出这样子的喜饼 然后整个喜饼也是做以环保为概念 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 喜饼其实很小和 就是不是像一般传统那么大和嘛 对 因为就是我想说 要摆脱传统那种很大和 然后你打开后才几片那一种 然后一堆垃圾 是 其实我看的其实也有点心寒 是 对 然后我现在虽然是比较小和 但我就想说这样可以减少很多垃圾 对对对 但其他分量其实是很多的 是是是 其实做的也蛮累的 所以人家要求大和我就说我不行 因为这已经算很多了 嗯哼 那其实你自己本身那么有创意 如果客人有创意你也会很欢迎 所以是可以接受这些客制的一个邀约 对不对 就可以因为如果是大和话就不行 如果是像一样的和内 你想改变什么评项 我是可以讨论的 嗯嗯嗯对 好那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 是不是 在制作这样子的一个甜点啦 尤シутств格有遇到很多的人 然后跟你表达喜欢 這是你最大的動力對不對 你曾經有一個就是想說 請他們來幫你 Google上面給你一點評論 然後讓你看到他們真正的回饋 你要的是真正的回饋對不對 對因為那時候印象 我覺得 我蠻喜歡那個活動 因為那時候就突然想到 想要辦一場活動 然後我那時候活動內容就是 幫我Google評論 但我沒有要求幾顆星 你只要好好寫出評論內容 對然後我就可以送他東西 是 對然後那時候印象蠻深 好像有一個三顆星的 他跟我講一些理由吧 好像是說蛋糕奶油有油耗味 芒果蛋糕 然後我就是有去私訊那個客人 然後我就跟他講 然後就是我詳細在問他是什麼的問題呢 然後他就他就跟我詳細的講 然後我就是後來就是 在經過改良 我再去重新再寄一顆給他 是他吃完後很喜歡 他說 變得超好吃 他後來 還直接去改五顆星 是 然後就變成 又變成我的常客 其實我覺得這樣才有意義 因為我想要的不是那個星星 我想要的是 我哪裡需要改進 因為我希望人家可以跟我講 所以我才利用這個活動 去讓人家 跟我講我的缺點 而不是說你吃完覺得不好吃 然後就 封鎖我了 或是就不理我了 這樣子 我希望可以給我改進 你不買 你以後不買也沒關係 就是可以跟我講 OK 這樣我才可以知道 就是哪裡需要改進 畢竟我吃了這麼多 還是會有一點味覺疲乏 是 是 OK 好 那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對於自己的這個 Apple植物系甜點的一個 短中長期計劃嗎 短期的話 就是一樣 我會想要跑市集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現在沒有店面 所以我覺得 就是現在 以市集是一個 蠻好的曝光方式 就是盡量會以 無肉那一種為主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蠻有意義的一個活動 因為可以無包裝嘛 然後又純素的理念 對 然後中期的話 我會想要開始跟 咖啡廳接洽 然後去他進駐產品 這樣會可以比較有一個 穩定的一個收入 是 對 然後再來就是朋友有跟我討論 可能 光復新春那邊 會想要進駐一個店面 然後我可能可以 在那邊 他主要是他 我可能就是 一起進駐我的甜點 在那邊買 當作一個 嗯 長期的一個進駐的場地 是 那長期的話 我未來 還是會想要有一個 真正的工作室 因為畢竟我現在是自己的家 其實有一點 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因為畢竟如果像我想要培養員工 我現在有點難去找 因為畢竟還是我家 都有我家人的進駐 他不算是一個工作場合 我只有一個廚房是我的空間 但其他都還是我家人 所以就是想說一個工作 真正的工作室 然後我是希望 可以有一個 有一個教室的空間 在二樓 反正就是一個教室空間 然後因為我會想要 以後是有教學的 因為我去年是有過教學 然後我覺得回饋蠻好的 阿蠻多的其實是蠻想學的 就可以自己做 然後 就可以自己在家裡 動手玩這樣子 然後那個空間 我想說也是當作有共享空間 因為我不可能每天在上課 沒有上課的時候 我就可以找 找朋友或是外面的講師來上 因為我發現我朋友其實蠻多都很有才藝 都可以讓他有個空間可以去發揮他的那個 發揮他自己的才藝 是 你剛剛講到就是說 在不同的市集 你去參加的一個感想 其實在無肉市集 或者是類似這樣的市集 你的產品很容易被凸顯出來對不對 算是可以 因為我 因為在無肉市集 他是以純術為主 但我是 還有包含無膚子 對 其實上一次 像去年12月 我有一場 無肉市集 他那場就很棒 因為他還有特別規劃 一區無膚子 是 他就把無膚子放一起 所以那時候 很多客人也很驚訝說 就是佐伯他很用心 就是特別把無膚子排一起 讓大家知道有無膚子 這個選擇 他就可以特別去找這邊 對而且他這樣對於你的定價 都能夠接受 因為你是非常用心的 然後能夠做到 又那麼美味 所以他們就會願意花比較多的錢 而不是到其他的這個市集 沒有辦法被看到這樣的用心 對因為蠻多人 其實我連講 夫子他們都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 其實真的要解釋 有一些看到價格很貴 他們就不想去了解 是 對 所以就直接看到價格就直接 就不要 就不想試 年事都不想試 OK 那可以跟我們講說 到現在為止 創業一年半的一個順利啊 真的是遇到一些貴人啊 這其中有讓你印象很深刻的貴人 要不要跟我們講一下他 順便算是一點點小小的感謝 因為我覺得 其實 我遇到很多 但如果真的要讓我想的話 我覺得 最近然後也是讓我印象最深刻的話 是去年11月的一個體驗 OK 對那個 那個新人是我朋友 他介紹去的 OK 然後那個我朋友他不是吃素 是他老公 他因而被他老公影響吃素 我覺得很棒的是他 他接受他老公這樣吃素 然後去辦一場純素的婚禮 對他整個婚禮辦得很用心 然後喜餅他是使用我的 然後其他的話 像什麼buffet 或是一些 場部那些 還有餐點 都是素的 他們也是特別找不同家 然後他 有在台上 還分享 我的理念 因為有被講說 我的很小和 然後他有特別講說我的理念 像我不是說 我小和是因為我 我沒有獨立包裝嘛 然後他就講一些那個原因 然後還有包財啊那些 都有講 是 然後那時候 後續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因為我第一次看到有新人 會這麼用心去幫忙分享 我的理念 就我覺得說我的用心有被人家看到的感覺 是 對 那場婚禮是很有特色的婚禮 除了愛情以外 還有就是 他為愛情所做的那些點點滴滴的用心 他的老公是一個 舒適者 然後他整場的怎麼樣去 凸顯你們在蔬食上面的這個研發 包括你自己這一路走來 你本來不是一個蔬食者 但是你也看到 為什麼人家要成為蔬食者的那個 堅持在什麼地方 對不對 嗯 今天非常的謝謝 我們可以邀請到 Apple 植物系 甜點的創辦人 李星穎女士 Amy 來到我們的現場 跟我們分享他 這一段的一年半的里程 我們希望他走的長長久久 然後 這樣子的一個 無蛋然後無膚質的這些 口味上面的甜點 可以開發更多 如果可以的話 因為他自己本身是西餐 有機會的話 也可以幫我們開發那方面的產品 今天謝謝你接受我們的專訪 謝謝 謝謝